婴儿刚出生 护士就拿起探针 一针就怕了他死刑 这个婴儿最多只能活到30岁 就被认为是垃圾基因 这是一个基因歧视的未来世界 从一出生就可以预测出你患病的概率 未来的死因 甚至能活到的寿命 这样的未来社会那必然也会造成一种情况 就是形成好基因与坏基因的阶级分层 大公司只会接受优秀的基因 而那些垃圾基因就只配去搞清洁了 但这个男人文森却偏偏不相信命运 即使从小被预测出只能活到30岁 他却靠着自己的努力 混进了宇航局 他每天早上都会将别人的血液注射到纸膜里 携带上他人冷藏好的尿液才能上班 宇航局的安检已经升级到 检查员工血液才能放行 日常的尿检 更是要当着医生的面才能进行 因为文森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乘坐火箭飞上太空 可因为自然受孕 文森就如基因检测的那样 从小就体弱多变 甚至连保险公司都拒之门外 生下来基因优秀的弟弟安东 父母对他也更加偏爱 这让天生要强的哥哥文森 动不动就找弟弟鄙视胆量 可总是以失败告终 就连父母都劝文森认清现实 像他这样的基因 根本不可能进入宇航局 结果不出所料 面世屡屡碰壁 直到文森成年那天 最后一次游泳赢过弟弟安东后 就不辞而别了 于后的几年里 因为没有哪个老板愿意雇佣基因有瑕疵的人 文森只能一直在宇航局 靠干清洁为生 可作为优秀基因的拥有者 孤傲的杰龙无法忍受这样的局面 他还想过以前那样奢靡的日子 就选择让文森利用自己身份 提供给自己习惯了的奢侈生活 来实现双赢 两人一拍即合 随即展开改造计划 为文森配置了隐形眼镜 矫正了牙齿 换了发型 甚至进行断骨手术 加高了身体 即使知道术后极其痛苦 但杰森为了梦想 毅然决然地答应了 看到有如此决心的文森 杰龙也不得不佩服他 因为作为完美的自己 必须也得试试做到完美 这让拿到过一次银牌的他 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靠着杰龙优秀的基因和名字 文森顺利地通过面试 进入宇航局工作 但为了不露鲜 文森每天上班前 都会处理掉身上的死皮 指甲蟹和毛发 甚至连键盘缝里的人体组织 都不能放过 此外还得往梳子中 加入杰龙的头发 才能尽量隐瞒 合格世界里不合格的自己 凭借这几年里出色的成绩 文森被总监选中 成为下一批探索泰坦星的成员之一 这么多年来 文森隐藏的都很完美 只有一名任务高官 差点识破了他的身份 但意外的是 在即将执行探索任务前 这位高官却意外 被人在办公室谋杀了 可服惜货所疑 容不得文森高兴 他却不小心在案发现场 遗留下了一根睫毛 警方在搜集证据的时候 将其发现 并通过基因检测 甄别出了一个 不是员工的瑕疵人 另一边文森还浑然不知 为了第二天的体能检测 提前录好杰隆的心跳频率 趁四下无人注意时 将他别在自己的胸口上 就连医生都不得不赞叹 他超人般的体能 可警长的意外出现 延长了文森的跑步时间 体力不支的他 差点就暴露出自己的真实心跳 回到换医间的文森 一个劲的大喘气 但更加他恐惧的是发生了 警方将自己真实的照片 作为嫌疑人 告示在公司的所有电脑上 这下他真正慌了 差点误改了火箭的航线 回到家中 文森一五一时地将情况告诉了杰隆 第一次表现得像一个胆小鬼一样 在杰隆面前失了常态 把好不容易收集好的血清样本 挥洒一空 眼看如此不争气的文森 杰隆把他狠狠骂了一顿 这番话重新唤起他的决心 由于之前文森与办公室的小林 没来眼去多时 这天晚上 文森鼓起勇气把他约了出来 那颤抖的手指不断向他靠近 这是作为瑕疵人的他 未曾感受过的温度 音乐会散场后 非常不巧遇到警察们在查嫌疑犯 为了防止被发现 不得已转过头 偷偷摘掉了自己的隐形眼镜 方才躲过了检查 可高度近视的文森 此时眼前是一片模糊 几乎看不见方位在哪 眼瞅着小林将跑车停在路边 穿过川流不息的车辆 招手示意文森赶紧过来 现在几乎等于失明的文森 如果再不过去就要引起对方的怀疑 只好豁了出去 信任司机师傅们的车技 头也不回地跑到了小林身边 与他一同欣赏了朝阳的日出 这边警方又有了新的线索 在杰森用过的水杯上 检测出了他的基因 与前几天那个瑕疵人基因吻合 便由此判断 这个瑕疵人一定冒充员工在这家公司 为了更加准确判断 当即要求总监给所有员工 进行静脉血减 文森也表现得异常冷静 丝毫不担心这次检查 所有员工都没有问题 警方似乎还不满意 想要求再来一次全员检查 可总监却拒绝了这一要求 如果再打扰他的员工 就会延误火箭的发射进度 顺利躲过一劫的文森 再度约小林出去共进晚餐 两人打情骂俏 在舞池中尽情摇曳 可警察的突击检查 打破了这暧昧的氛围 于是文森带着小林从后门溜走 但遇上了提前守在在后门的保安 文森只好用衣服裹上拳头 将保安暴打了一顿 紧接着带着小林一路小跑 躲到了暗处 而身后的警察却在不停地叫喊着他的名字 经过这一惊险时刻 文森与小林俩人再也控制不住 彼此对对方感情 翻云覆雨一番后 文森依然还不忘自己原本的身份 不顾剧痛 在海边不停地用石头 摩擦着身体 小林询问起文森腿上奇怪的伤疤 文森只好骗他 说自己是之前出车祸做手术留下的 小林也笑而不语 不是很相信 由于前一天晚上的打人事件 警长已经开始对文森有所怀疑了 看着他在公卫上搜集证据 小林提前给文森通风报信 让他赶紧躲起来 警长也掏出了小林昨晚遗留的证据 要求带他去文森家中查看 而看着上车的他俩 文森立马打电话给家中的杰龙 要他赶紧做好准备 条子一会儿就到 杰龙也不顾得多说 在毅力的坚持下 仅凭双手就爬上了两层楼高的台阶 不得不说 杰龙的基因的确是非常优秀 他将身姿整理完毕 以正常人的姿态迎接警长的到来 小林见到不同眼前的杰龙瞬间明白了一切 但强装镇定 配合杰龙演戏 而警长也是不甘心 当场给他做了静脉血减 当然作为本尊 结果也丝毫没有问题 直到警长走后 文森才从楼下出现 将事情的真相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信任的小林 另一边警长也是收到消息 从尸体的眼睛里 检测出了总监的口水 由此为证据指控他为杀人凶手 而他对此也公认不讳 为了保证在有生之年 自己能亲眼看见主管的火箭升空 这才通下杀手 干掉妨碍计划实施的主任 这也就间接证明了 那个瑕疵人不是真正的凶手 可此时警长却露出了释然的表情 没错 这个一直在调查文森的警长 就是文森的亲弟弟 优秀基因的他 和哥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 但心底却一直惦记着哥哥的下落 却没想到两人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弟弟要求哥哥 以欺诈罪跟自己回局里 可一不一个脚印的文森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可能会听从弟弟的命令 拥有优秀基因的弟弟 一直将哥哥视为心中的一个疙瘩 不甘心有着坏基因的哥哥 能走到如今的境地 便要求再像当年一样 再去海边鄙视一次 兄弟俩目不作声 脱掉衣服开始在海中拼命地 想要超过对方 但无论弟弟怎么游 始终都有不过哥哥 这时文森转过身 对弟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执念 弟弟又一次没听哥哥的话 再次溺水 文森也又一次救下了自己的弟弟 作为警长的弟弟 也没有选择告发自己的哥哥 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后 文森与自己的爱人小林 以及成为知己的杰隆一一告别 终于到了上火箭的那一天 但之前一直给自己做检查的医生 却告诉他宇航局有新规定 林飞前再做一次尿检 可文森这次没有做好准备 却依然坦然地让医生检查 结果当然是显示出他的真实身份 没想到医生却将结果改为合格 因为医生自己也有一个天生缺陷的儿子 儿子与文森一样 非常想当一个宇航员 可基因的缺陷 让父亲感到很对不起儿子 所以医生选择帮文森隐瞒 也是作为父亲的他 对自己儿子的一次补偿 文森也随着火箭的点燃 升上了梦寐以求的太空 杰隆也在孤身一人 钻进了焚化炉 与文森双双告别了地球